早安 今天是1月25日 星期五早上 隔夜美股方面一度波動 市場對於中美貿易戰 究竟能否達成共識 很多不同說法來自不同官員 結果三大指數個別有上升下跌 導致要尾跌 恆生指數今日暫時高開之後高走 更加挑戰四天前當日的高位 暫時可以修復去年12月的高位 27,260點的水平 今天最主要關注 當然就是可不可以站穩 在27,260 如果是可以的話 相信上方 直到27,6點以下的所有重熊 應該都會被殺絕 殺絕之後 市場很可能都會重新注視基本因素 目前我認為都是正股再追 可能水位又閒 始終外圍方面基本因素是利淡 殺紅之後 市況可能更加容易會有見頂活調的跡象